在吴记民投票的情况之下 各位立委的选民要如何就个别法律案来向各位问责 宣法法庭上大法官邮博桑在对上黄罗昌追问不记民投票选民怎么问责 那立法院从自宣新司法到相关的议事规则 全部都要进行全面的翻修 才有可能符合刚刚由大法官所提出来 那可能的设成范围 欢迎我打断一下时间先暂停 各位选区的选民要如何能够对各位就责 那我听了半天你好像还没回答到这个问题 黄国昌回悬要照邮博桑标准立法院松关法案得全面翻搜 邮博桑忍不住打断 用黄国昌具体回答 而且是自499后规范 首书立委要申请视线 就扣意识录认定 单行决手表决将剥夺权力 混乱的意识程序当中 在面对暴力攻击的时候 透过公开透明的方式 透过直播的方式 每一个人手举的高高的 让全体的选民看到 听到直播两个字 邮博桑眉头一皱第三度打断 无奈再问 所以直播可以取代意识录吗 民党发言人吴珍发文讽刺 黄国昌果然是活在直播里的男人 所以是要选民自己张大眼睛 找自己选区的委员在哪里吗 法律选者董宝成 则在额头添便利贴 开酸大法官管太多 什么叫如同写在奥头上 一看就知道了 如果今天大法官还要来这边 问问看东加坡西加坡 这边大法官就变成 就变成管家坡了 这个张大法官有提到 这个董宝成 我给你发言 回头我并没有call in你 我只是引用您的意见 没有麻烦你 不只带逗句 跟自己cue自己发言 大法官反称可没麻烦你 宪法法庭爆浓浓 火药味 明星文组合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明星新闻网